山山区原乡学童学习环境 新竹县尖石乡方济幼儿园 建造超过一甲子 破损老旧下雨更会淹水 清达校友就号召山西人士 募资三百多万元 重建边坡挡土墙 并增设遮宇棚改善漏水问题 小朋友穿上泰雅族服 带着众人一起手拉手边唱边跳 尖石方济幼儿园老旧多处破损 经过山西人士协助修缮 举行竣工感恩典礼 方济幼儿园的这个 仓储修缮竣工典礼 筹募了将近三百多万 以及从八妹一直提升到 三百妹的一些网络 教室呢因为就是 应该差不多有将近六十年了 爱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善举 那帮忙我们这个幼儿园 就是把漏水的地方修复 幼儿园建造超过一夹子 墙面斑驳 每当下雨就会漏水 甚至咽到教室内 请大校友号召善心人士 募资三百多万 重建边坡挡土墙 将厨房和仓库搭建铁皮 解决漏水问题 教室前方也增加遮雨棚 登局线路全面更换 洪华国际更是无偿升级网路频宽 每间教室增加WiFi 让学生有更多元的学习环境 光纤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无线网路也好 这个都是必要品 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 已经是必要品 我们不管是要对外通信也好 小朋友们要上网也好 要学习也好 我相信都需要的 我们每年我们的三地服务队 都会到这边来帮小朋友辅导功课 我们清华大学的校友 学生们 老师们对于这个 有需要的地方 我们绝对部落人厚的 互相拥抱到感谢 山西人士起立赚助 改善原乡55位幽童校园环境 让爱的种子生根继续散播出去